今天加權指數持續破底 其實在上週 我們就強調兩大重點 第一大重點是 跌升的股票不要去強反彈 第二重點是 所有消費性電子 逢高一律要賣 其實這一項邏輯 我們從五月份 就一路這樣強調下來 一直到今天指數還在破底 其實台股在前面 你會聽到非常多這樣的言論 什麼樣的股票 它已經夠便宜 可以下去做低階 或是說哪一檔股票 它的本益比已經夠低 已經超跌 那就像我講的 就是說在多頭行情中 那一檔股票的便宜還是貴 要看你站在什麼角度 如果你從60元70元去看聯電 聯電現在當然是便宜 但是它的利基點 是要放在疫情發生之前 也就是不到20塊的價位 所以其實很多人會說 什麼樣的股票 什麼樣的基優股 跌得已經夠深了 已經跌無可跌 但是如果你把利基點 放在疫情發生前 其實它可能連半散藥 都還沒走到 所以為什麼你去看 從五月份我們一直強調 五月開始強調到現在 我們都是講同樣的邏輯 所有的消費性電子 去年太好就是最大的利空 不論說什麼產業 只要是消費性電子 全部都要賣 不論是任何一檔 5月20是講的 光是這一則訊息 其實就是說 從五月份以來 你光是不要去做這件事 不要去買消費性電子 不要去搶消費性電子的反彈 把手上所有的消費性電子 逢高出清 光是這一件事 你至少就贏過九成的投資人 所以在我這兩大平台裡面 記得先去加入 在我這兩大平台裡面 這一件事 我們從五月份就在強調 那一直到這個時間 還是一樣相同的邏輯 消費性電子 它還是有下修的空間在 尤其是就像我們上週 一直在強調 其實很多的股票 你說它的本益比已經夠低 但事實上 你看的是目前 當下你所看到的獲利 這就是一個本益比的迷思 很多人會說 什麼樣的股票 本益比已經夠低了 可以去買 但是如果你把未來 可能出現了經濟衰退 產業結構的變化 考量進去 可能它的本益比 就是剛好而已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那我們還是一樣 因為今天大盤 又在破底 這一段 都還是可以視為是末跌段 從末跌段到出生段的過程 就算是台股 已經把一些利空 都已經反應充足 但是它還是需要經過震盪主體 反覆打底的過程 才有機會走來出生段 所以在整個七月份 操作的邏輯還是一樣 只要有高點 有反彈 所有消費性電子 一定要下去做轉換 任何一檔跌身後的股票 反彈不要去搶 因為也許說你認為說 它的股價已經跌得夠深了 但事實上 它可能連一半都還沒走到 你去看像是群創好了 348億的群創 群創從高點32元一直跌到今天 已經快要到了個位數 破10元 好 其實如果我們去看 群創在去年的獲利 它去年一整年 從股價32元一直到20元 它的本益比都是偏低 它都是一個抄底的狀態 但是如果說 在去年你用今年的獲利去計算 其實從32元開始 一直到20 跌到20元 它的股價都是偏貴 所以這個時間點 這個邏輯是非常的重要 你去看 來 我們上週所講的聯電 聯電它今天還是在破底 所以聯電從70元一直到60元 50元 40元 一路上 很多人都會覺得已經抄跌 已經夠便宜 都會去攤品去加碼 但事實上 如果說 你是回到聯電 在疫情發生前的獲利狀態 去看它目前的股價 其實一點都不便宜 所以尤其是說 因為6月份營收剛公佈 6月份營收公佈 很多人會覺得說 跌生的基油股 它6月份營收這麼的亮眼 是不是可以去加碼 是不是可以去續報 這就是一個非常危險的陷阱 因為6月份營收 它反映的是 目前你所看到的營收 但是可能說它的股價 已經在反映明年後年 可能出現了景氣衰退 跟產業結構的變化 所以你看 來 我們在上週有特別講過 聯電只是拿來當例子 只要是消費性電子 成熟製程面板 面板驅動IC NB PC 手機 全部都是相同邏輯 我們上週有講過 你去看 這個位置反彈上來 有高點 一定要趕快去換 因為如果說你用去年的EPS 4.57 今年的預估獲利6元去看的話 目前股價是非常的便宜 目前股價都是非常便宜 如果說它在未來產業結構出現變化 回到原本常態式的獲利1元 其實如果說聯電的獲利回到1塊錢的話 它就算跌到10幾元 15元 或者說20元以下 它的股價都算是合理 你去看 這就是我們一直在強調的 很多的消費性電子 在去年因為疫情的影響 獲利出現爆發式的成長 但是這個東西不是常態 它的常態是在1元上下 就算說它穩定的往上成長 也不會一口氣就拉到2.42 4.57一直到6元 所以這一塊多出來的 都可以算是說 疫情加成之下的獲利爆發 這也是我們在強調 只要是在去年 前年有因為疫情的影響 獲利出現非常態式的爆發 它一律全部都要賣 因為去年太好 對於這些股票來講 全部都是利空 它今年不需要有任何變化 就光是這一點 去年太好 今年它就會有不小的下修空間 所以還是要強調一次 指數目前是在末跌段 從末跌段到初升段 它需要經過反覆震盪 反覆足底 在這個足底的過程裡面 其實相對有表現空間的 一定是跟大盤脫鉤的生計 IPC 網通 因為說這些它在去年 沒有因為疫情爆發而出現 沒有因為疫情影響 出現爆發式的獲利 所以它在今年 反而是沒有太大的下修空間 我們上週有提過 就是說 以這段行情來講 包含元宇宙 包含生計 包含IPC 包含網通 這些它共同的特色 都在於說它的轉機性夠強 這也是我們從1月份 那一路強調到現在 其實以今年來講 60分的股票 它會優於99分的股票 你看包含像是今天的台達電 今天台達電跌停板 台達電是不是好股票 它絕對是好股票 但是也是因為去年 因為疫情的影響 獲利出現非常態勢的爆發 所以它今年就會有下修的空間在 等於是說只要是去年 它是屬於基優股 是99分的股票 今年沒有辦法維持在高峰 它股價就是往下修正 那反觀像是元宇宙好了 元宇宙或是生技類股 很多都是沒有營收 那沒有營收 從虧到盈 由虧轉盈 它就是轉機股 那轉機股等於是說 它本身就沒有太多的下修空間 那在這樣子主體的過程 反而就會有直接 所以這就是本益筆的迷思 因為你要去用未來的預估獲利 去看目前的股價 可能說你用目前的預估 目前的已知獲利去看股價 或覺得很便宜 但是事實上 它的股價早就在反映 未來可能出現的變化 所以我們再強調一次 在大盤主底的過程 就算今天破底 它都還是屬於墨跌段 從墨跌段到初升段 需要經過反覆的震盪 反覆的打底 那就像我們在昨天有特別提過 售價低不等於銷量好 這個邏輯沒錯 就是說一項產品它的售價低 絕對不等於銷量好 這是兩回事 台股就算現在已經充分反應 景氣可能會衰退的利空 但是也不代表買盤會馬上進場 它還是需要經過可能說 兩到三個月的震盪主底 那在這個震盪主底的過程 相對強勢的就會是生計 就會是IPC 就會是網通 因為這類型它就是 去年沒有因為疫情影響 所以在今年 反而成長空間就會大 而且這是產業面 這是以整個產業的結構來講 如果去看總經面 目前台股遇到的問題還不小 來人去看 為什麼我會說 台股就算已經反應了利空 但是它目前要上檔 還是有非常大的賣壓 台股目前三大賣壓來源 在於美元 美元跟日元 跟美在殖利率上看4% 所以很多人會說 只要說CPI公佈之後 台股可能會迎來新的反彈 或是說它就會有新的買盤進場 但是絕對不是這樣 升息跟通膨 它是屬於比較深遠一點的影響 它不是單一事件 所以它會像骨牌效應一樣 一環接一環 環環相扣 所以你說這個時間點 台股有什麼吸引力 坦白講目前是看不到 既然是這樣的話 它就會變成說 相對不受影響 不受景氣影響 不跟大盤的產業 會來得比較強勢 為什麼會說有這三大利空 來 你去看 美元走強 因為聯準會之後還會升息 聯準會之後一直升息下去 美元它會不斷的走強 不斷的走強 美元越來越強 它自然會排擠到台股的資金 新台幣會貶值 資金會回到美元 你說台灣央行它也有跟著升息 但是這個幅度是完全不夠 就是說美國聯準會 可能升息三碼 但是台灣央行只會升息一碼 但是一來一回之間 它就會產生利差 這個利差就會導致 新台幣轉往美元 這是第一塊的賣壓 第一種賣壓 第二種賣壓就是美元跟日元 因為日元目前還是處於一個 比較弱勢的格局 而且是一直在貶值 美元它不斷在升值 美元跟日元之間 它就會產生套利的空間 這個套利的空間 它又會壓抑到台股的資金 因為所謂的套利它是零風險 既然是零風險 台股的資金 它就會轉往這部分 所以光是這兩塊 美元走強跟美元日元的套利 台股的資金就會轉到這兩塊 又加上美國公債殖利率 就是說美國美元走強 美元跟美國公債 它都是屬於避險的商品 只要說美元走強 美國公債的資金 它就會轉往美元 美國公債的資金轉往美元 美債殖利率它就會跟著上升 美債殖利率上升 它又會壓抑到台股的資金 所以等於是說 整個國際上的資金 它就會在股市 會市 債市 之間下去做轉換 衝擊最大的 就是新興市場 像台股 所以為什麼說我們從五月份 就一直強調 強調說只要是消費性的電子 風高一定要去做轉換 而且你可以發現到 其實只要大盤在跌 很多強勢族群它也會跟跌 包含生技 工業電腦跟網通 但是一旦大盤稍微的質問 這些股票它就會第一個起漲 這也是我們在講的 就是說反彈的第一個過程 跌升的股票它會開始強彈 強勢股它會開始震盪 好 這一來一回之間 你就要利用說跌升的股票強彈 先把它賣掉 轉到震盪的強勢股 一旦大盤稍微的質問 強勢股它就會馬上衝出去 所以就像我一直在強調 你說整個七月份 唯一有夠大空間的只有生技 只有工業電腦 只有網通 因為只有這些族群 它才能夠走出主身段 你去看 可能說同樣是漲一根漲停板 但是跌升後的漲停 那跟強勢整理之後的創高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事 所以像我們的新耀黑馬股 來去看 新耀黑馬股7月5號 大漲了半根漲停 7月6號逆勢收紅 昨天一根漲停板馬 直接衝出去 那這就是我所謂 相對強勢的股票 大盤在跌 大盤在震盪 它完全不受影響 高檔震盪 那只要大盤稍微的指穩 或者說資金稍微回流 它自然會衝上去 就是4.9 昨天一根漲停板 今天雖然說也是受到大盤影響 小幅度的震盪 但是今天的震盪 它跟破底之後的再破底 這是完全不一樣 這是創高之後的震盪 最高來到96.6 這才是真正的強勢股 強勢整理之後的創高 稍微震盪 它還會再創高 所以整個7月份來講 生技還是大主軸 那我們就是生技 搭配工業電腦 生技搭配網通 生技搭配傳統車用零組件 以生技為主 其他相對不受大盤影響的 就是次要短線操作的表底 最重要的是 千萬不要覺得手上的股票 已經跌了夠深 沒有下跌的空間 如果真的要去看底部 請你看到2020年初 疫情發生之前的股價 所以手上有任何一檔的消費性電子 利用廣告時間直接來電 先進一段廣告 所以這個時間點 台股最好的狀況 就是震盪主體 它就是可能在1萬4上下 去反覆震盪 反覆去測試底部 這是最好的狀況 但是你要期待說 它直接出現V型反轉往上拉 這絕對是沒有這樣的條件 你說為什麼台股這個時間 好像成交量開始下滑 沒有什麼太多的買盤進場 就像我講的 售價低不等於銷量好 售價低跟銷量好 這是兩件事 這完全不能是把它混為一談 等於是說就算 現在台股已經反應了 接下來可能會出現的經濟衰退 景氣問題 但是也不代表它會馬上反轉 因為利空 它利空就是還是存在 包含一些國際因素的影響 貨幣面的影響 或是說再次的影響 這些都是 那又加上一些電子股的問題 平價下修庫存要消化 所以導致賣盤 它沒有辦法這麼快的進來 所以像這些操作邏輯 在我這兩大平台裡面都有 Light跟Telegram 如果是你手上有任何消費性電子 一樣可以把你的股名跟代號跟成本 失訊在我的Light跟Telegram裡面 好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還是一樣 去把手上的持股 只要有反彈下去做轉換 轉換到相對不受大盤影響的生計 IPC跟網通上面 尤其是生計 其實就像我講的 其實每一次 從歷史經驗來看 沒有任何一次例外 只要出現金融風暴 金融海嘯最強勢的一定是生計股 因為這個時候的生計 它才不會受到電子股資金的壓抑 那又加上說它本身 可能說要嘛就是油虧轉盈 要嘛就是剛取得藥證 它的轉機性都夠強 那轉機性就夠強 也代表說它相對是不會受到 大環修正的影響 所以在以指數來講 你去看 其實今天的整體的盤面 你也可以看出 看出說這個時間點的市場信心 是非常不足 就是說 以整個加量結構來看 真正的最大量區 應該是落在14800點 大約是這個位置 好 那合理的狀況來講 應該是要反彈到14800 它才會出現實質性的賣壓 結果你可以發現到 這一次它是大約是反彈到 14550點 它就開始出現賣壓 也代表說 這是屬於信心不足的賣壓 不是真正實質的賣壓 那也可以代表說 這個時間點 市場參與者變少 那參與者變少 它一定需要比較長一點的時間 消化震盪 反覆去阻底 那在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跌升的股票 它的空間一定是不大 你說很多跌升的股票會不會漲 會 但是它可能說就像上週到本週 漲個三天又往下繼續破底 會出現這樣子的狀況 就是反覆測試 2015年也是 2015年的中旬 出現末跌段之後 反彈一段 它就開始震盪 反覆阻底 那你說這些跌升的電子股 是不是 永遠都沒機會 其實也不是 只是說它會需要花一點時間 可能說一季 或者說兩季 去把它的庫存去消化掉 因為可能說當時在去年 那去年因為說疫情的影響 缺工缺貴塞港 那它的需求非常旺盛 所以它會備很多的料 它會備很多庫存 那這些庫存 一定要先去把它消化掉 它整體的營運狀況 才有可能回到正軌 等於是說 只要在去年因為疫情影響 獲利出現爆發式的成長 這些它要回到正軌 回到正軌的成長軌道 它要先把原有的庫存消化掉 它的貨利才會拉上來 這個邏輯就有點像是 當時的散熱族群 當時的散熱模組也是一樣 因為說它在前年疫情發生前 它很看好5G手機的銷量 所以包含像雙紅 旗紅 泰塑操縱這些都是 它卻備了非常多5G手機的散熱板 結果不小心屯太多貨 結果5G手機銷量沒有預期的好 怎麼辦 它只好用低價的 比較低的售價去清庫存 所以你可以發現 為什麼整個散熱族群 疲弱了大約是兩年 在近期才開始漲 關鍵就在這裡 所以其他的消費性電子也是一樣的概念 它會需要一段時間 去讓它整個獲利庫存 回到正常的軌道 在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生技相對就會比較有表現空間 因為你去看 就像我們講的 生技 元宇宙 IPC 它的共同點都是轉機性 其實以整個生技族群來講 它就是一檔非常非常大型的轉機股 所以像4162的志勤 今天是創高之後的賣壓消化 最高來到96.6% 相對還是強勢 這樣子的格局 創高之後稍微震盪 跟破底反彈之後的再破底 這是完全是兩回事 所以只要說電子股的資金持續在震盪 應該說它這個東西就是一個規律 只要說大盤急跌 可能說急跌個2% 3% 所有的股票它都會一起往下修正 但是當大盤稍微的回穩 電子股在足底 整個生技又會開始轉強 所以你要說最好的佈局時機點 一定就是趁著電子殺 生技也在殺 這樣子的過程下去做買進 所以你看4162的志勤 它就是稍微高檔消化一下 還有機會再創高 這就是我們在講的 我們操作生技的大原則 就是在手一定要有穩定的訂單 安能等他已經拿到 3000萬美元的里程背景 接下來就是等解盲 只要說 就是說這一塊3000萬美元 已經可以提供大約是 可能說2到3根的漲停板 這部分是確定的 能不能再上去 就看到第三季能不能再解盲成功 這就是我們在說的 怎麼買都不吃虧 你現在去買 就是確保1到3根漲停板 能不能再繼續往上攻 就是看到接下來的藥症 臨床 包含像是第一批的強勢生技股 也是一樣 等待第二次轉強的買點 保瑞我們從180元開始操作 其實如果說以保瑞 並購伊甸跟安城這樣子的效益來看 他的股價絕對不止目前這樣子 不到250的價格 所以等到他轉強 我們還會再進行第二次的切入 是轉強 因為他的高檔還需要稍微做震盪 去消化錢高的賣壓 那一旦轉強 就是第二次全新的買點 包含像是易德也是 CDMO還是未來的一個大主流 那還有像是6541的太福 他也是等待一個第二次轉強的買點 還有包含像是6446的藥滑藥 他也是 稍微消化高檔的賣壓 一些獲利的賣壓消化完 只要轉強會再重新進場 所以總結來講 整個7月份的大方向 第一批的強勢生技 包含一些新藥 新藥跟一些CDMO 這些我們操作過的 就是等待第二次的買點 那一些全新的原料藥 學民藥 就是我們正在布局的標定 那最重要的是 只要是消費性電子逢反彈 一定要去賣 只要出現跌生股強彈 強勢股震盪 就是換股的黃金交叉 直接來電 或是訊息兩大平台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中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再次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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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推薦